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一场突入起来的大火 一名无故被害的女子 火光浓烟障物 疑问藏出不穷 自相矛盾的作案动机 多此一举的诡异行为 精心伪装的案发现场背后 又隐藏着怎样的罪恶 谁在偷窥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这是一处位于新北区的普通小区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这里一直被人偷偷地窥视着 尤其是住在四层的张女士一家 2014年9月11日 这个原本平静的三口之家 秃躁横祸 一场大火突然从他们家蔓延开去 上午10点 长州市公安局消防大队的消防队员 和附近泰州府的民警 感到奇果逼利 里面烟很大 就是烟往外冒 就是看不清里面是什么情况 然而到达奇果楼层后 所有人感到惊讶的 并不是屋内蔓延的伙事 而是倒在屋门口的 一名满身是血的女子 就看到一个女的 就是躺在楼道口 然后身上带了很多 像那种硬纸板的垃圾 然后就是一个男的 就是躲在那女的旁边 那名男子跪倒在旁边悲痛欲绝 而火场中的女子伤势严重 除了上身的多处刀伤之外 女子的下身也有被焚烧的痕迹 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 眼前发生的一切 似乎并不单纯是一场破坏 那么简单 在将受伤的女子送到医院的时候 那名男子也随同牵绑 随后 长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区的技术人员 赶到案发现场 就是一楼 一楼四楼 全是血 就是我们的血滴啊 血胸味非常多 当时门已经开着 还有几个消防员在里面就是咬水 当时地面上已经是全部是水了 经过焚烧和高压水枪的冲刷后 现场已经被破坏的面目全非 但是 在卫生间门口的地面上 技术人员还是找到了 遗留下来的斑驳血迹 更加让警方震惊的是卫生间内部 在马桶 浴缸等许多位置 技术人员都发现了 被害人遗留下来的大量血迹 现场主要是集中在卫生间 以及卫生间到外面这条路 是看得比较明显 但是屋里面的血信息比较浓 血迹的位置分布表明 被害人应该是在卫生间外被人杀害 随后被拖入卫生间的 这些血迹对应着女子的伤势 流血 失血非常严重 抢救它的时候 从上面往下面排 那血气完之后 一路上全是血 包括四楼那个楼道平台上面 都是血 反正现场很惨 根据消防人员反馈的信息 以及初步的现场勘查 警方已经能够确定屋内的两处起火点 分别位于南卧室和卫生间 南卧室的床已经基本上烧没了 然后南卧室的电脑啊 包括空调啊什么 它都已经融化了 卧室的烧毁程度十分严重 技术人员很难从废墟中 提取到有任何价值的线索 警方只能将勘查的重点 放在这个狭小的卫生间 地面上有一些燃烧残留物 包括一些这个酒盒子的这个纸片啊 还有一幅几集真植物的这个燃烧碎片 在这个卫生间的台盆底下 发现一把剪刀 在餐厅的餐桌上 有一个酒瓶盖 在卫生间内发现的燃烧残留物中 技术人员也检验出了酒精的成分 这瓶白酒很可能就是助燃剂 因为现在有两处起火点 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人为放火 可能性更大 嫌疑人究竟要掩饰什么呢 两个主要现场已经大面积过火 警方不知道嫌疑人想毁掉的东西 还有多少残留 不过在霍青刚系的现场寻找线索 是一个新的挑战 他们不能放过一片灰烬 就在更为细密的勘察准备开始的时候 警方得到消息 被害人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已经死亡了 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 在死者的颈部和胸部发现多处刀伤 脖子上面割了五刀 胸口刺了六刀 就是心脏部位刺了六刀 除此之外 在死者的下半身 法医也发现了明显的烧伤痕迹 这让警方感到一丝蹊跷 腹部到大腿根部 也就是找那种比较敏感的地方 是严重的烧伤 是不是为了掩盖这个性情的事情 在随后的检验中 法医没有发现死者有被性侵的迹象 死者下身的烧伤 似乎是嫌疑人刻意而为的 当时第一感觉就是仇伤 而且很大的仇恨 当时是第一感觉 这个案件还要通过调查 然后再来定 初步的勘察收获甚微 虽然这在意料之中 但是随之而来的担心 还是让经验丰富的侦察员压力重重 没有线索 也意味着缺少证据 究竟什么被烧掉了 死者身边的男子是谁 所有的一切都要依靠反复而细致的侦察 来寻找答案 滚滚浓烟 现场经过层层伪装 火在背后真像郁家扑朔迷离 奇怪的短信 矛盾的线索 究竟谁才是真凶 谁在偷窥 天网弹幕正在播出 2014年9月11日 长州市某小区内发生了一起火灾 死者身负多处刀伤 警方断定 火光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罪恶 但是经过重重伪装的现场 如同燃烧散发出的滚滚浓烟 扰乱着警方的视线 对这个作案动机的一个分析 我们一直没分析出来 杀人无非几种 情杀 仇杀 劫财 劫色 常规几种 但是这个现场都有 被害女子名叫张倩 三十多岁 是激活房屋的女主人 平日是一名家庭主妇 在失火现场 跪倒在张倩旁边的 是她的丈夫刘强 因为她是第一个发现人 你在没有其他 血液的情况下 因为按照没破 任何人都有可能 妻子遇害 房屋失火 刘强 为什么在现场 毫发无损呢 校区的监控显示 早上六点四十四分 刘强的确开着车 离开了校区 他的路线 应该是去上班了 那么 他什么时候回的家 又为什么回来 刺害人的丈夫 在那天九点零七分 接到一个短信 九点零七分 接到短信 说老公 我们家钱在哪里 我肚子疼 要去医院 刘强反映 这条奇怪的短信 让他心中产生了疑惑 因为他和妻子 都十分清楚 家里平日是不放现金的 他跟他妻子交流 平时都是直接电话联系 很少短信 另外一个 家里钱放在什么地方 他妻子应该很清楚 不会来问他老公 所以他当时感觉很怀疑 接到短信后 刘强立刻给老婆回播了电话 然而 在两次拨通 无人接听之后 妻子的手机就关机了 刘强感到 事情越来越蹊跷 然后他跟他同事就 就商量 同事也觉得不对 然后就两人一起 开车就赶回家里 何公友一同回到小区后 刘强就发现 自己家里的窗户 冒出了滚滚浓烟 便匆忙跑上楼 跑到楼上去一看 他一招火 然后他老公的同事抱着手 当时进入现场是他老公 进屋后 刘强在洗手间发现了受伤的妻子 便将其爆了出来 最后消防人员就赶到了现场 这把一直插在门上的钥匙 就是刘强进屋时 遗留在门锁上面的 由于当时情况紧急 慌乱之下 便忘记将钥匙拔下来了 但是根据刘强的回忆 他在进门的时候 门是正常关闭 并上了锁单 因为他门锁 以及门窗 窗户没有被破坏的痕距 我只能说是 首先肯定是和平进入 通过查证 警方在监控中 发现了刘强和同事赶回来时 所乘坐的面包车 显然 刘强并没有撒谎 根据刘强收到的短信内容 警方分析 求财似乎是犯罪嫌疑人的重要目的 这会不会是一起 亲财杀人案件 说明他是局需钱的 就是需要这笔钱 不管是用于哪方面也好 但是经过随后的几次侦查 在被害人对家中的财物 进行清点过后 他们并没有发现 贵重物品丢失的情况 包括他电视柜里的几部手机 还有一些所谓的贵重物品 基本上都没有损失 这个当时我们就感觉很有 每一次新线座的出现 都伴随着一个更大疑问的产生 凶手看似多次一举的行为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警方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案件侦破仍然毫无头绪 案发后 关于案件的种种流言蜚语 摊快便在网络上散不开了 警方在侦办案件的同时 外界的种种压力也与日俱增 案发后几个小时 我们在网上都有了 就有视频 有图片 然后说什么 那人家着火了 杀人了 那么下面跟帖 又都跟说哎呀 情杀呀什么 都很多 议论也很多 面对网上的种种谣言和猜测 承受着悲痛的死者家属 也只能寄希望于长州警方 能够尽快侦破慈爱 还死者已清白 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案发后 受害人一家 老的老 小的小 我们早上到 他们也到 我们结束的时候 从派所离开 回宿舍 他们看到我们走 一句话没有 就看到我们走 看他们那种悲痛的样子 如果案子不破 心里真的很塞 心闷着呢 那种压力都不用讲了 现场难以突破 警方只得在大范围的排查走访中 寻求发现 警方了解到 李强和张倩 夫妻关系十分和睦 平日很少发生争吵 而死者张倩的生活 更是十分简单 这个夫妻两个 为人非常和蔼 邻居关系也很好 同事关系也很好 而且这个女的 没有发现这个女的 早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是很本分的一个家庭妇女 案发当天 周围的邻居 并没有听到被害人家中 有任何异样的争吵或响动 小区内也没有发现 举止异常的陌生人出入 外围的走访排查 仍然没有新的发现 我们就是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时间跟空间的概念 你这个悬疑人 肯定是在这个作案时间之内 要进入这个选择 而完了之后要离开这个选择 此时 警方明确掌握的是 刘强在案发当日9点07分 收到的那条短信 侦察员认为 在9点07分这个时间节点上 嫌疑人肯定就在现场 这样我们抛开动机 先不讲 我们以事实说话 我们就以9点07分 作为一个切入点 张开工作 这个小区有三个大门 每个门口都有一个监控探头 虽然这三处监控探头 距离现场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出入情况却一览无余 警方把目光放在了这三处监控上 气敲的短信 多次一举的行为 种种线索自相矛盾 现场丢失的白酒瓶 监控中诡异的举动 警方又将如何找寻真凶 谁在偷窥 天榜栏目正在播出 案发当天早上6点40分 一个身穿黄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的女子 领着一个男孩朝小区外走去 这名女子就是被害人张倩 一直到他们在监控中消失 警方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四分钟后 张倩的丈夫刘强开车去上班 也离开了小区 8点09分 张倩送完孩子回到小区 与离开时相比 张倩的手中多了一个塑料袋 里面装着他自己买的早餐 这也是张倩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在之前警方对现场进行勘查的时候 这袋早餐还原封不动的放在厨房的柜台上面 带这么大开 说明他没有时间 也就是说 嫌疑人是紧随他进去的 但是 通过对张倩进出小区的监控 反复查看 警方并没有发现任何举止异常的人员 稳随 从张倩出门到回来 大约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加上9点07分 那个特殊的时间点 嫌疑人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现场的 这需要警方精妙的推算 受害人8点06分回到小区 到家是8点10分到15分之间 也就是说 嫌疑人进入这个现场的时间 在8点10分到15分左右 不会太大 应该受害人一进去 没多久 谁人就清楚 警方猜测 从8点20分到9点07分 这40分钟的时间 正是嫌疑人实施犯罪的时间 直到发完短信 意识到女子的丈夫已经起疑时 嫌疑人才匆忙离开了现场 结合对嫌疑人的初步刻画 警方将重点放在寻找监控画面中 那些神色匆忙的行人身上 根据锁定的时间段 警方对视频中出现的 每一个可疑人员进行身份确认 并对整个小区的居民 展开拉网式的排查 一个一个整理 这个还有车子 电动车 摩托车 汽车 你都要记住 每一个都要整理 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远过流程 只要经过这么来 我都要坚定 在层层的排查和甄别后 一个T型偏胖 上身穿白色短袖的男子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是6点05分进小区 9点27分出小区 完全符合我们排查的一个时间段 对这个白衣男子身份的确认十分容易 他叫陈骁 是小区内的一名普通居民 就住在被害人家对面的楼里 不过经过走访 警方发现 这应该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幸福之家 虽然陈骁不是警方 对嫌疑人想象的样子 但是对于陈骁 监控中还暴露出了一个 令人注目的细节 他在进入小区时 是空着手的 但是在离开小区的时候 手中却多出了一个塑料袋 我们只看到是个塑料袋 里面有瓶装的一些物体 但是搞不清到底是什么 我们很多人还看 说到底是什么 都说有点像 这个细节之所以会格外引起 警方的注意 是因为在初期的勘察中 警方曾在餐桌上 找到了一瓶白酒的酒瓶盖 并且在卫生间 也发现了酒类包装纸 燃烧的残留物 但是在随后的多次勘察中 技术人员却并没有在家中 找到白酒瓶 警方怀疑 凶手很可能在作案后 将酒瓶带出了现场 我们每个人都要细看 从头再看 到底是什么 一针一针一针 看过来 他有个动作 一个细微动作 引起我们怀疑 在9点37分的监控录像中 这名白衣男子 提着塑料袋 准备离开小区 那个监控就在他的前方 上方 他走过走得很自然 很自然 他长相有比较淳朴 憨厚那种 走到这边 走到监控那边 突然一被眼神 然后下意识地 衬了一下衣服 这个看似平常的动作 在警方眼里 却并不平常 这个监控探头 安放在这里 已经很长时间了 陈霄每天出入小区 理应对此习以为常 但是 在看到监控后 陈霄的情绪 似乎有了一瞬间的波动 然后我们就感觉奇怪 他看 看监控干什么 谁正常的走 我走就走了 谁看监控 后来是这个动作 引起我们重点的怀疑 死者伤势严重 如果陈霄就是嫌疑人 为什么他在离开小区的时候 身上没有丝毫血迹 陈霄和死者 并不在一个楼内 如果要回家换衣服的话 必然会经过小区 但是在房屋起火后 楼下围观的群众汗多 也没有人看到过身上有血迹的可疑神员 就是两方面都很矛盾 认定也很矛盾 否定也很矛盾 就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 就那个时候就 办这个案子事物 对矛盾也一直 根据民警的调查 陈霄虽然和张倩 居住在同一个小区内 但是两人互不相识 更没有什么往来和纠纷 那么两个素美平生的人 焦急究竟在哪里呢 画面中诡异的举动 无法解释的动机 假象背后真相博足寻找 钱包上细飞的血迹 窗面后谁在偷窥 谎言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谁在偷窥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2014年9月16日 现场已经经过了 反复而细致的勘察 在被害人家中的一个抽屉里 警方找到了一个钱包 这个钱包上微小的痕迹 将直接影响案件的走向 他们发现这个钱包上 有很小的一个血迹 大概也就一到两个毫比那么大 通过对血迹进行检验 警方发现 这枚低状血迹并不是被害人所留下的 那么这枚小小的血迹 会不会是嫌疑人留下的 排除了他死者丈夫的可能性 然后这个痕迹物证是嫌疑人留下的 这个可能性就非常大 带着这种猜测 警方对所有科医人员进行采写 陈霄自然成为了警方 首先采集的对象 我叫他来 他如果不来的话 我肯定把他写 我肯定抽到他去 他立马肯定就写上身 闻讯后 陈霄十分配合地来到派出所 协助警方的工作 在第二次询问的过程中 陈霄有问必答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 这个人本身就是 心里面有强烈的一个怀疑 但是又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只能把怀疑压在心里面 2014年9月17日 案发后的第六天 DNA鉴定结果显示 钱包上的血迹 与陈霄的血样完全吻合 陈霄就是杀害张倩的犯罪嫌疑人 铁证如山 9月18日凌晨 案发后的第七天 警方在一家酒店内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陈霄 他那个时候从惊吓当中 人都没缓过来 那个时候讲得 这样的话就增加 在陈霄的房间里 警方找到了两个不同型号的望远镜 就是通过这些望远镜 陈霄定上了住在对面楼里的女子张倩 然而面对审讯 陈霄的供述让警方感到不可思议 他后来就咬定 他跟这个女的是什么 情人关系啊 他提出分手 这个死者们跟他要十万块钱 什么损失费什么的 案发后 网络上的确传出过情杀的流言蜚语 但是在对二人社会关系的调查中 警方并没有发现 两个人存在任何的交集 陈霄的说辞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死者他又年轻 应该说很漂亮的 有老公和孩子 然后家庭很幸福 只有他如果说有这个事情 只有女的说怕死刑败露 怎么会反而跟他要十万块钱呢 这就是不符合常识 你知道吗 通过进一步的审讯和调查 隐藏在种种假象和矛盾背后的真实动机 才浮出水面 原来在陈霄来到派出所配合抽血的那天 他就意识到了情况不妙 当天晚上他并没有回家 而是来到网吧上网了 他上网了一两国一些东西 一些内容 主要是关于到这个死刑判决的问题 因为如果有情况 或者有原因的去杀 有人可能判得不会那么重 不仅如此 陈霄还自己编造了一个情杀的谎言 企图减轻法律的制裁 然而一个在外企工作的白领 是如何变成命案疑犯的呢 他自己工作是两年前 就是一二年 认识一个姓徐的广东人 然后带着他 什么酒吧 OK厅赌场 就地下赌场去玩 徐大哥出手阔绰 让陈霄大开眼界 在一次赌博输钱后 徐大哥向赌场借了两万多元的水钱 并让陈霄做了担保 然而让陈霄无法料到的是 就是这次担保 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 当时他们两倍多小 就亲自了 把两万块 把自己电话 家庭数字都留下来 之后 网络人就找不到了 过来一个月 这两万块钱 变成十万 眼见债务越积越多 陈霄也只能拆东墙 不西墙 除了扣置信用卡还债 陈霄还到小额信贷公司 借了四万元钱 一借燃眉之急 这一年多 每天都想着借钱还钱 借钱还钱 就是一直处在一个很富人量的一种 循环和周期当中 这八月份呢 他把他老婆的工资卡 就拿出来了 就偷取了一万八千块钱的现金 这个举动很快就被老婆发现了 而且演变成一场家庭战争 陈霄的婚姻随即出现了危急 从发火到吵架 然后提出离婚 然后家里人劝解 就这样 很长一段时间 陈霄获得憋闷而压抑 他辞掉了工作 整天在家 不久 透过窗帘 窥视别人的隐私 成了他每天的影响 我就喜欢拿个万眼签 特快 看 就对楼的 对面一种楼 就一家家看 看来看去 全职太太张倩 就引起了陈霄的注意 就注意到 一大人401的 就只有一个女 就是受害人 只有一个人在家 就经常 把阳台上拖地啊 晾衣服啊 洗衣服什么的 老是看到她一个人 但是也不经常看 只是 好奇 就看上来那个女的漂白 长期的头盔 使得陈霄对张倩的生活规律 十分了解 案发当天 陈霄带着准备好的水果刀 早早地来到楼梯间 等着张倩回来 看到回到家了 进去刚把门关上 门关上了 她就上前去敲门 一敲门 她就开了 一看 她说 你什么事 行人说 我们家有线电视 坏了 会不会是你们家的那个线 弄错了 弄坏了 影响到我们家 四个派人就 领着犯罪权 到客厅 张倩不会想到 刚买的早餐 已经吃不上了 张倩更不会想到 这天早上 是她最后一次 送儿子上学 当时她杀人的动机是 我杀人 然后 被公司机关刷手 然后再枪去玩 然而事实上 陈霄杀害张倩后 在卫生间 清洗了自己 带血的衣服 并伪造了现场 真正的 他杀人以后 那个热的血 碰到自己手上 他一下就清醒了 他就怕死了 反过来想的是 我怎么才能 被公安抓 然后他开始 伪造现场 陈霄没有想到的是 现场可以伪造 但是罪孽无法清洗 2015年4月 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陈霄死刑 陈霄没有提起上诉 宁静的港湾 突发大宗 系列斗友案 停在港口的船只 屡遭黑手 警方调查 寻找弃贼踪迹 犯罪嫌疑人 秘密潜入 清空画面 记录下疯狂一幕 数十天搜索 排除 警方如何锁定 犯罪嫌疑人 海港斗油嘴 天望弹幕 近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